美国已经有7802万选民 在总统大选进行了提前投票 投票正在进行当中 当然滨州摇摆州 它有19张选举人票 所以滨家必争之地 最后一天 两个人都回房滨州 但有个插曲 大家知道马斯克富有的企业家 非常支持川普 他率先发文 说川普在滨州已经领先 有小小的翻车 因为他不是之前 每天向一个签署请愿书的人 送100万美元吗 100万3000多万台币 然后出现了很多很多 拿着大支票 猎口大笑的这种惊喜的画面 有17个人拿到 但是现在马斯克遭到了起诉 他的辩护律师 辩护说在听证会上讲 赢家不是随机选择 而是被选中 作为公共发言人 天哪 这也算诈骗吗 官方提交申请书网页上 也刻意没有随机这个词 所以是一场 未装成彩票的政治行销 好 这是一个插曲 那滨州会不会赢 当然此刻可能还不知道 还要这个接下来再观察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借大使 借大使对美国 有相当的熟悉度 这次你感觉到 在美国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氛围 好像蛮可怕 这个至暗时刻要到了吗 暴乱要到了吗 我们这两天看到包括国民警卫队待命 包括什么狙击手待命 什么防护服啊 什么解毒药啊 那今天还有像特别是华府白宫附近商家 真的有画面 用木板把门窗干脆把它钉了起来 那包括这个贺锦丽他们家附近啊 关底周遭2.4公尺的金属围栏 首都华府是全城戒备 还有一个CNBC的报导说 美国富裕阶层对于选后不确定性都开始担忧 有一点能力的人 大家知道很多亚洲人想移民美国 现在据说很多美国的富裕阶层想要移民到国外 目前西班牙葡萄牙是首选 还有53%的美国百万富翁说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他们都想要在选后搬离美国 特别是18到29岁 年轻的特别不满 有高达64%有意投资移民 所以美国会有一个至暗时刻到达吗 这个最坏的结局可能会是什么 最坏的结局是暴动 各个地方的暴动 什么样的情况会暴动 就是选举有舞弊被抓出来的地方 有人去检局 因为现在共和党他们上一次认为 就是认为不公 那事实上有很多舞弊的情况 那些网路上也在传 有人去用那个电子投票机 他明明按川普出来的就是卡妈拉 怎么样都按出来都是卡妈拉 所以川普已经讲了 他说最好的选举就是选票的选举 而且一天解决 他对现在这个制度他就不满了 现在美国现在有七千多万人已经有通信投票了 还有电子投票 还有书面投票 而且美国那个选举票 复杂到你都难以想象 那他这次要去又要投好几张票 除了投总统又要投什么 又要投参议员 又要投众议员 还有州长 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很容易在这个选物过程中有疏失或者说刻意的作弊 然后美国我们看到的美国都是好莱坞的美国 都是怎么样 美国媒体的美国光鲜亮丽啊 然后呢 哇都是豪宅都是怎么样 这个西装笔挺 绅士淑女的 那个是形象上美国 美国有非常糟糕的地方 那个暗像一进去 那就回到比那个开发中国家还更没有王法 更没有秩序 更是用原始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丛林法则在生存的 这里面杀人放火 什么都天天都发生 介大使说这个有种情况会暴乱 就是这个作弊被抓到 但这个可能性好像很高 因为对于双方 此刻来讲在这个封关前的各项民调 大家都看了嘛 各家全部都有 差距都非常的近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情况是 只要是输的人就认为是对方作弊 对现在两天都认为对方在作弊 必然的状况嘛 对上你现在到 你现在到最后一刻 美国的媒体一直在逼那个川普说 你觉得那2020的选举 有没有作弊 是不是不公平 川普都没有说我错了 他还是认定那场选举 这场作弊产生的一个结果 对他是不公平的 那现在大家都对美国的选举制度 包括又川普一直在讲 这个东西有问题啊 这个里面太多弊端了 那个川普几天前又说 他说我如果输了就是作弊 对啊 他已经话头讲这边 那这个时候所有的选民都会提高他的警觉性 他在投票的时候 他就会说会怎么样 我要去监票 我去看看有什么问题 美国人又是不是像我们啊 从小这个温良恭俭让的 他是不平责民的 他只要有地方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就会产生很多的注意力 在这美国这么大 我跟你讲 有些地方真的是很落后啊 你不要把美国人 美国看到是一个 都跟那个美国那些白领住宅区一样 那么漂亮 那个乱的地方 真是你难以想象的乱 那种地方过去是没有人去计较 没有人去注意而已 现在大家都去注意 都去计较的时候 哇那就发觉 真的是那个 那个屋子一掀开里面 藏屋纳垢这么多 没错啦 所以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个再加上美国 这个永强合法化嘛 再加上这次选举的激化 所以杰拉斯觉得呢 接下来 怎么说呢 你看到这个各式各样的暴乱的 可能性是很高吧 这个美国你看 这个白宫附近开始用那个木板 把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窗户门 全部钉起来 就是他们已经研判了 美国人是很科学的 他们不会这样 美国人是很科学的 他们做事都是 就是有那个逻辑跟那个证据观的 不好骗的 那他们现在做这样子的准备 就表示他们在现地 那个感觉已经感觉到那个 那个闻到那个 用鼻子闻就觉得不对了 就不对了 那所以这个美国这么大 那很多地方过去 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开票开了很多 有些州就是开不了 开不出来啊 有些州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打一个州啊 一直催他 他选票就开不出来 为什么 美国大 对了 美国不像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选票 哇 上午投了 下午就投了 美国起码要搞两三天 所以真的就是美国富裕阶层 现在都想逃 也感受到了美国的治理的问题 美国事实上的话 富裕阶层的话 就是说 基本上 他过去认为美国很好 可是以美国现在的税务 还有他的那个社会治安 还有政治的情况的话 他是跟欧洲很多国家 他是没办法比的 你以为我去 我去到那个摩纳哥好了 那个在地中海的圣地化 他很多都是富人 富人免税天堂啊 他就他不要缴税啊 对啊 很多人都是要逃税啊 那你美国税这么重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美国这个政府欠了34兆 最后从哪里来啊 最后还是从老百姓身上割羊毛啊 你一个政府欠了34兆美金 这种政府你要天天在他握他之下 你一定要随时守 而且越有钱的人越紧张 而且有钱的人移民是很方便的 有钱的人全部人大家都欢迎他 都是铺红地毯啊 那很多就是说 你知道很多很多欧美系国家 他这个内政部长 有一个权限是什么你知道 他可以决定给予这个人 该国的国籍 对是 你知道而且他可以他可以给你啊 在该国啊 你给享受什么 比如说这个国家地广人稀 然后有很多土地 我今天你来投资我两亿美金 他就把一块地全部给你 让里面所有你在里面称王称霸 然后税率也可以跟你谈 然后两天三天就给你一个国籍 对每个人有权利去追求 觉得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场选举 也是撕开了这个美国光鲜亮丽的 这个外表 亮哥你觉得呢 这次选举最坏的状况会是什么 最坏状况就是差距很小 不管谁赢啊 我跟你讲 你不要低估左翼的暴动 那个Antifa是更可怕 Antifa是会开枪的 你不觉得那个美国GOE 你不觉得那个国会暴动 怎么这么温和啊 没有人拿枪啊 Antifa是真的开枪的 你看那个黑命贵就是他们搞的 黑命贵就真的是 包括各地的抢劫啊 都同时发生啊 所以如果差距很小很小 承受很多舞弊 会有那个电影演的内战的状况吗 我举个例子啊 这是通讯投票7600多万票 已经高达总选民数的46% 是 那我们知道美国是先开实体票 那接下来才开通讯票嘛 那通讯票共和党人比较不愿意去投 因为他怕作弊 所以通讯票可能 我认为会有 搞不好会有三分之二是民主党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种状况 就十里票开完了都是川普赢啊 然后一个一个被翻盘 那我跟你讲那个川普大概在半年 大概在一年前啊 因为他一直在讲这个嘛 就是stop the steal 所以你把选举偷走了 对不对啊 所以一直号召川粉 去各选务所去应征行政人员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有很多的投票所 那在上班的人都是川粉 那你去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 而且有很多州距离都蛮近的 那 反正你可以去想象啊 就是 因为十里票赢了 搞不好就有人 现在就怕有一个状况 你十里票开完啊 那川普就宣布当选了 而且现在媒体讲得太近了 所以两边都认为 自己的候选人会当选 对啊 像而且那个左右的媒体 我觉得都已经在玩政治了 像前天NBC 直接宣布贺锦丽当选 NBC是 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认为他是左翼的 那结果那个 我们就看到那个共和长也有一个民调 反正也叫Atlas Intel 七个州川普都赢 就是这样 马斯克还算是客气 只宣布宾州 宾州已经领先了 对的话 我想一下 我们有点赞 就是这样 是吧 那是 我最總的 给这个 person 我们先去